已经造成了州区县1294人失踪 127人遇难 到昨天晚上的9点25分 已经有1242名被困群众被成功解救 目前的各地救援力量和资源 已经迅速向州区集结 甘肃州区县特大伤红地质灾害发生之后 武警消防以及解放军 迅速的赶往就在一线展开救援工作 力争在黄金救援期间将伤亡降到最低 现在的时间是9号凌晨的3点钟 随着各路救援部队相继抵达州区 现在这里已经展开了24小时的搜救工作 同时搜救面也在不断地扩大 由于断电搜救队员只能借着火光 在这里展开救援 我们到达了作业现场之后 受灾群众向我们提出 在这栋废墟底下还有三个小孩和一个成人 所以为了我们为了抢救他这些群众的生命 所以连夜进行加慢加点进行这个抢救 深夜在整个救援现场到处都能看到火光 兰州军区某部队的602名抢险救援队员 在泥石流冲垮的废墟中仔细查找 不放过一丝希望 从8月8号中午到达现场后 战士们一直坚守在救援一线 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共计 从这种被毁的废墟中抢救受灾的群众9名 从昨天晚上的1点到目前为止 就是我们共截至了 就是有武警部队消防总 送来的病人总共是80多例 我们线上领导也就是极力地把电给我们攻上了 现在我们的各项检查都能正常进行 有的病人就是通过检查 就是像骨折的都及时地做了手术 面对特大山洪地质灾害 全力救人是抢险救灾的重中之重 昨天晚上的9点左右 兰州军区某部成功地救出了一名女性 她叫党建华 州区县城关镇人 这也是他们救出来的第15个人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救援的过程 这里是救援现场 南州军区工兵堂的拐兵呢 现在正在营救人员 说了没有 说了没有 被牙了近20个小时的生发的幻觉 现在营救出来 飞一下 往里面飞一下 第9个 马上出来了 没事没事 哇啦啦 王苏伊拉就出来了 已经出来了 第二个 小刘这 technology 小刘帅 半两个 能不能往前 用点振啊 一次拉出来 2 摟 车 来 好 ở上去 equation 快快快快 快快 complex 快点绳上 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关机 给我来 想走了 快快 快 来来来来 慢慢来 来来来 做一页 开走 给她两肩 给她两肩 给她两肩还一出一页 两肩又她 开走 快 好嘞 好嘞 还一出一页 还一出一页 快 快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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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接上 好 好 好 来 开起来 慢点 来来 让开 上不上路 干肃州区灾后的第一个不眠之夜 受灾的民众是如何度过的牵动着大家的心 9号凌晨的三点 我们的记者也专门走进了连夜搭建起来的灾民安置区 一起来看一看他们发挥的报道 现在是凌晨的三点钟 我们现在来到了州区一中的灾民安置点 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天气比较热 很多的受灾群众就在露天休息 而更多的受灾群众是待在帐篷里 或者是教室里面休息的 这次这么大的灾难 咱们家里面的人都还都在是吧 是啊都在都安全的 灾后周许县大约有两万多名受灾群众需要安置 安置点的灾民饮水和食品都暂时无法得到保障 凌晨3点30分 一批来自四川的救援物资被送到了安置点 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我几千斤量是 还有这个水 这个筷材面等等 这次是我第一批的屋子 下面还有一些屋子 马上运到 另外呢 昨天晚上也是灾害发生之后的第一个夜 晚灾区的各项救援工作都是在连夜紧张的进行 我们的一路记者也是连夜前往了周许县医院 探访了那里的救援情况 现在是8月8号晚上的11点30分 这里是甘肃省周许县的入口处 现在呢 在周许县城的这个积水呢 有一米深 小车呢 是无法进入其中 救援人员呢 如果是要进入其中的话 现在只能是乘坐这样的挖掘器上面 站在翻斗上面呢 才能够进入到里面展开救援 现在呢 我们就跟随部队的一些人员 还有甘肃省救援医院的一些医生 前去看看周许县城的这个救援的情况 挖掘器呢 在行驶了500米之后呢 就不能够再向前继续行进了 现在我们看到 在周许县城的街道上 全都是泥石流塌下来的土石 而且呢 整个县城里也是漆黑一片 现在我们只能在部队的救援人员的带领下 借着手电筒微弱的灯光 前往周许县的医院 经过40多分钟的步行 我们现在来到了周许县人民医院 在泥石流当中受到轻伤的一些病人 现在在周许县人民医院的门诊部 接受治疗 截止到9号凌晨 周区县医院门诊部 一共接诊了83位病人 其中30多名重症伤员 被转移到住院部治疗 在住院部的门口 记者看到一位重症患者 刚刚从门诊部转移过来 他的情况怎么样 他的情况不就严重 他的扶门心都不在了 他现在他怎么样 他这个不就严重 这个就完全没有知觉 患者小赵纪年23岁 经过医生的初步诊断 他的左腿淤血严重 面临瘫痪的危险 今天凌晨2点30分 小赵在医院顺利进行了手术 关键是病床不够 这就是医护人员 这个房子也不够 还有这个病人的铺骨 这些都不够 记者了解到 为了让特大山洪地质灾害的重症伤者 接受最及时有效的治疗 指挥部将采用玉树救援的模式 从今天开始 把他们陆续转运到兰州等地的大医院救治 灾情就是命令 时间就是生命 针对甘肃州区的特大山洪地质灾害 国家减灾委和民政部 在昨天下午4点决定将 国家救灾应急响应的等级提升到2级 各有关部门立即行动起来 人员 设备和资金 从四面八方向灾区紧急汇集 灾情发生后 全军和武警部队全力以赴投入救灾行动 主动承担急难险重任务 最大限度减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 已有解放军2400人 武警官兵1900人参加救援 解放军医疗队已到达灾区并投入工作 公安部紧急协调四川 陕西 湖北 内蒙古等省区的公安特警 公安 消防 边防官兵驰援灾区 到昨晚19时30分 已调集临近各省1180名官兵 和各种抢遣救援器材4000多台赶赴灾区 已救出28名被困群众 国家减灾委 民政部与铁道部迅速启动应急联动机制 向灾区组织调运5000顶单帐篷 200顶36平方米大帐篷 2万床棉大衣 8000张折叠床 5000条睡袋 帮助受灾群众解决基本生活困难 中央财政向甘肃省紧急下波 综合财力补助资金5亿元 用于抢遣救灾 受灾群众转移安置 生活救济 伤员救治 卫生防疫 基础设施修复和艳色湖处理 以及因灾倒塌房屋恢复重建等方面的工作 卫生部紧急抽调卫生应急医疗防疫专家赶赴灾区 甘肃省两批医疗卫生救援队共140人 陕西四川等省级应急医疗队已赶赴灾区 农业部已调运消毒药品80吨 消毒器械2000台套 防护服2万套运往灾区 并组建动物防疫专家组立即赶赴灾区 开展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中华全国总工会昨天向受灾地区 紧急下波300万元 用于受灾职工的救助工作 甘肃省总工会也已启动紧急预案 向州区县紧急施救 国家测汇局启动应急预案 调遣一架航空摄影飞机前往南州 择机起飞 甘肃省测汇局已于昨天 派员携带一架航射无人机 到达灾区一线 力争以最快的速度 获取灾区高分辨率航空摄影影像 本台消息 今天早晨的六点半 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的 80名队员乘坐着军用运输机 抵达甘肃临桃 他们经过短暂的休整之后 将会乘车赶往州区的救援现场 营救幸存者 目前的抢险救援工作 也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 而通往灾区的道路资源 非常的有限 甘肃省公安交通管理部门 已经对通往州区的主要道路 实施交通管制 公安部交管局也提醒广大的志愿者 不要自行驾车前往灾区 以保障抢险救灾运输通道的畅通 好 那么有关州区现场的情况 怎么样了 马上我们来连线正在那里采访的 本台记者刘龙 你好 刘龙 主持人好 刘龙已经过了灾后的第一个晚上 赶紧给我们跟进一下 把现在救援工作进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昨天晚上救援是如何进行的 昨天晚上指挥部召开紧急工作会以后 确定了昨天晚上救灾的话 重点是扩大进一步搜索的这种范围 因为昨天的一天 毕竟救援的力量投入还是有限的 经过昨天上午和下午调来的 武警官兵解放军战事 昨天晚上的力量已经非常足了 但是昨天晚上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因为昨天晚上能够投入大的兵力和大的力量去搜寻的话 可能救出生命的几率就会更大的一些 所以昨天晚上搜寻的范围比昨天下午要扩大了好几倍 这时候搜寻的机会大救出来的生命就多 这就是昨天晚上持续救援的一个过程 主持人 时间就是生命 另外刘龙对于这第一个晚上 我们很揪心的就是受灾民众 他们的安置情况怎么样 另外就是伤病员是如何来救治的 这方面的情况跟进一下 昨天晚上指挥部向我们介绍的话 这一次受灾影响到的人数是两万两千名左右 其中的一万名政府实行了集中的安置 把他们安置在了三个学校 这些受灾的群众住在学校之后呢 一方面是在教室里 另一方面是临时搭建的帐篷 这些帐篷呀 就是我们平时见到的那种帐篷 然后每个帐篷可以住三四十人 另外的一万多人 主要在就近呀 投倾靠友解决了他们昨天晚上的住宿 主持人 那根据你的采访 现在当地的这个电力通信等方面的 这些基础设施的恢复状况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前天晚上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电力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是漆黑一片 但是昨天从周边地区支援来的 电力的潜修的器材 和一些应急的发电车 起了关键的作用 所以到昨天晚上的时候 你比如说现医院了 现一些或者通讯的基站了 一些还有临时搭建的手术台的地方 是实现了基本的供电 今天进入第二天 也是电力潜修的最关键的一个时期 因为今天投入的力量是更足了 而到明天的时候 也就是确定的三天通电的目标 他们力争在明天下午的时候 周曲线实现基本的通电 这是一个电力恢复的情况 说到这儿 我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于基础设施的恢复里边 有一个非常的重要 那就是饮水 大家知道 十来万的人的一个县城 如果现在水源地都被摧毁之后 他们的饮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目前还主要是靠一些应急的一些矿泉水了等等 而现在想的办法是这样的 在它的上游五公里处找到了一个小的溪流 它的流量并不大 但是可以满足一两万人的用水 同时呢 这边的指挥部正在通过专业的打井队 在上游重新打井 寻找新的水源 所以这个问题呀 估计在三五天之内 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解决 主持人 看来是多管齐下 这也是让我们比较欣慰的一个消息 最后一个问题流龙 就是关于艳色湖的处理 现在新的排险的这个疏通方案 有定下来吗 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通过我们的画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么大大的一个水面 这时候艳色湖对这座城市 造成的影响 是让我们特别揪心的 因为现在啊 这个入库的流量 或者出库的流量基本持平 所以水位的下降 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 长时间的水面不降低 对这座城市的许多的商铺 道路 桥梁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已经被泡了两天了 大家可以看到水印是非常的高 如果不降低水位的话 这些建筑啊 极有可能发生下沉的问题 所以现在处置艳色湖 是目前最紧迫的工作之一 现在水利部专家提出的方案是呀 第一用小剂量的炸药 能够在艳色湖的壩体上 炸开一个缺口 保证下泄的流量能够加大一些 其实也不是很大 因为它要控制在一个 合理科学的范围之内 因为这时候下泄的流量过大 会对下游的村庄和城市呀 以及农田造成很大的危害 如果下泄慢的话 水位的变化并不明显 而且后两天还有可能有降雨 所以流量小的时候可能并不解决问题 这时候流量会是多大 会是多小 其实是一个科学论证的一个结果 这时候如果合适了 既能保证上游的话 这种平安 同时也不会影响到下游的利益 所以方案已经出台了 三种方案 我刚才说了 第一种是用小剂量的炸开一个缺口 第二个是要用 采用结合挖掘机挖的办法 来减少霸体的那种体积 然后同时给它下泄的流量大一下 第三种是完全的话爆破 现在是按照一二三的顺序来排开的 如果第一种方案起到了效果 那么后边的方案就不会实施了 后边的方案实施的越少 其实付出的代价也越少 对人民群众保住的利益也越多 主持人 好 谢谢刘龙来自现场的报道 谢谢 水秀山岭 美好江苏欢迎您 江海门户 通天下江苏海门 融通江海 能达天下 中国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 中阁故居地 山水 襄阳城 10月21日 至10月25日 中国义乌 国际小商品博览会 中国长洲 长乐之洲 河南广金业品牌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 欢迎各位的继续收看事先转向巴基斯坦 根据巴基斯坦媒体 中处旅游 欢迎你